运动固然很辛苦 课业也绝对不可以放弃 在增长知识的同时 对你的运动生涯 也会有相对的帮助 可以用更科学的角度 去解决遇到的难题 当你遇到困难时 可以哭 可以难过 但绝对不可以放弃 相信自己坚持下去 才能在回头看时 不感到后悔 人生只有一次 我们一起加油 校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各位学弟妹们 大家好 我是戴子尹 首先我要谢谢 在学术这一条路 帮助我的人 谢谢体育署 谢谢北市大 从大学硕士班到博士班 谢谢现在的校长 还有代校长 还有谢谢 竞技运动训练研究所的所长 也就是我的指导教授 谢谢陈老师总是配合我的时间 让我可以在国外比赛 或是国内训练的时候 都可以一起学习 也想要对学弟妹们说 运动固然很辛苦 课业也绝对不可以放弃 在增长知识的同时 对你的运动生涯 也会有相对的帮助 可以用更科学的角度 去解决遇到的难题 当你遇到困难时 可以哭 可以难过 但绝对不可以放弃 相信自己坚持下去 才能在回头看时 不感到后悔 人生只有一次 我们一起加油 他们两个今天在对打上 其实就真的是小戴的稳定性 在今天的发挥是比较好的 那在陈宇飞的这个部分 他还是保有他以往的打球的作风 就是拉掉然后再突击 但他今天在突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小戴 他都把一些突击球手下来 然后自己很快的转为主动 然后再去做强往的这些动作 都是他今天可以制胜的原因 他今天确实是在发挥上呢 自己的稳定性是还不错的 那也有看到就是他的一些调动呢 都有让陈宇飞在进攻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失误 那还有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很幸运的一点 就是他今天的跳网跟爬网的球 其实蛮多的 所以其实今天整体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那有没有说因为他上街是跟那个 那个中国那个奥迪军把那个军营 他打败了他吗 因为他去年之前 冬奥的时候输给他 他有没有想象说 今天就是复仇之后的想法吗 我们还没有这么的及时还没跟上 所以其实也不知道他自己本身有什么想法啦 但是看到他在那个画面上呢 相信他一定也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至少说是在今天的发挥上呢 整体来讲失利都把他打出来 小代代前代爸爸没有给他建议的 你看他就是昨天的比赛前 他有比赛上没有很紧张 不会满大 你是说代爸爸有没有紧张吗 对 代爸爸会有跟小代都一样 其实我觉得小代目前他比赛呢 他还蛮平常性的 所以他应该是不会紧张的 因为我觉得你在场下 你只想要专注每一颗球 你不会去想说我要赢 但是你就会专注在那颗球上面 那我爸爸当然不用讲 我爸爸是情绪是蛮容易紧张 但他也同时他赢了非常开心这样 他们两个今天在对打上呢 其实就真的是小代的稳定性 在今天的发挥是比较好的 那在陈宇飞的这个部分呢 他还是保有他以往的打球的作风 就是拉掉然后再突击 但他今天在突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小代 他都有把一些突击球手下来 然后自己很快的转为主动 然后再去做强往的这些动作 都是他今天可以制胜的原因 不过我就不准了 我一定打满分啊 对 是的 然后回来的时候 想要怎么把他庆祝呢 我们其实不会特别庆祝啦 但是一定会 就是吃饭 一起吃饭啊 对 三立新闻网 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 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 94要克宿 2020海美四次大选 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 人生惊叹号 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这里 订阅三立新闻网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国内外大小事 下载三立新闻网APP 及时新闻网站